龙抓的底座装饰也是使用同一种方法 把这些贝壳图案镶嵌进去 取一根圆形软木 刚好能沿圈花圈内部环绕一圈 然后在软木环的外侧涂上环氧树枝胶 再取一张白底圈花布 沿软木圈外侧伸展后 把圈花的图案置于软木圈的圆心 然后把它们一起沿圈花圈内侧推入 粘合在一起 用剪刀剪去周围多余的布料 约十分钟后 取出已经制作好的圈花 再盖上印章 我们的圈花完工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装饰部件作为陪衬 按照刚才的规格 把鸟笼各个部件制作完成后 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与主鸟笼不同 红木鸟笼的组装 要点是先成型再固定 首先把顶圈组装好 把龙条从圈花圈穿入小圈 固定圆饼 采取隔一个孔插入一根龙条 注意外圈和圈花圈有64孔 小圈和圆饼有32个 所以在外圈和圈花圈之间 要填充一根6.25厘米的龙条 注意检查各圈之间的距离 例如外圈与圈花圈的距离为6.25厘米 及时调整保持红木鸟笼的形状 在四个方向上 先固定四个龙条 把龙条逐个穿入底圈和中圈对应位置 注意不要漏穿 用一个短木片来对比四个方位中圈的位置 保持鸟笼的基本形状 再逐个穿入中圈龙条 经常检查中圈之间的距离加以固定 组装中圈时要先找到龙门的位置 对齐位置后穿入龙条 最后在龙门处安装龙条 把外圈的全部穿上 在龙条和龙圈的结合部位 要注意用胶水粘牢 再装上龙抓底座 然后把龙爪从底座的四个孔上穿入 固定在圈花圈上 从底部把圈花装上 装上脱缝板 加上一段底圈内环 把底圈上的木栓插上 装上安基木 挂下鸟龙的装饰 一个完整的红木鸟龙 组装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